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你们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天气节目 我是沈志泰 香港今天的天色仍然都不错 下午从围果望出去可以见到蓝天白云 阳光这么充沛的关系 下午不少地方的气温都上升到31至33度左右 香港的天色就不错 如果看回雷达图像就可以见到 其实广东的西部和来陆地区 今天仍然有着骤雨的发展 我们预测一下 晚间香港各部地区也有机会有着骤雨 接着看回大范围的卫星云图 我们见到中国的东南部和西北太平 就是一个晴空区 这个晴空区是与负乙带高瓦尺相关的 我们预测一下负乙带高瓦尺 在未来这几天会继续影响着 环南沿岸地区和西北太平洋 和相关一些比较干的气团 就会在未来这几天为我们带来一些 天晴酷热的天气 接着我们可以看看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 我们预测会是大致天晴 但晚间各部地区会有骤雨 最低的气温大概是27度 明天日间就会是天气酷热 最高的气温有成33度 风阔方面就会吹轻微至和门的冬至东南风 展望我方面 我们预测受到负热大高瓦尺的影响 随后这几天都会是天晴酷热 如果看最高气温都有成33度或以上 周末和下星期初天息不错 很适合进行户外活动 但大家要留意明天预测的 最高主外线指数有成11 强度属于极高 如果大家会做一些户外活动的话 记住要做一些防晒和防中暑的措施 今晚的天气报告就说到这里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